今天就試出這個影片啊 然後殲20有傳輸說他最近都有靠近嘛 因為他逆中那看你能不能掌握嘛 我們講我沒有我鎖定 我們鎖定的是殲16 好那這個是中國大陸試出的武器 他等於是亮牌 如果你喜歡玩卡牌的話 他亮這些牌 那我們要用什麼去反制呢 所以你看到賴清德總統最近 其實他也是非常專注的去很多我們的部隊 像他第一個去的就是陸戰隊66旅 他是離台北最近的一個猛失啊 我們現在目前國軍最能打仗的地方了 所以他現在要去花蓮 他要應對的是現在目前 我們已經要不只面對西岸了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有三艘航空母艦了 所以你看包含宮古島這一塊 跟巴士海峽這一塊 我們常常都是就談說 那個巴士海峽這一塊 其實對日本的自衛隊 他也常常在走宮古島那一線 所以日本自衛隊也已經跑到了 這個雲娜國島 還有他的這個宮古島 那邊他都他都設自衛隊的 這個飛彈基地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只能這樣看待了 沒辦法 因為政治的語言已經踩到底了 我對於說接下來要什麼觀光課的交流啊 什麼學生來那個我都很悲觀 看起來基本上就是 你看陸委會也是一句話嘛 不讀不回 我們說我們可以有觀光了 但沒辦法 不要戰爭就很好了 不要戰爭就很好 聽起來很悲觀 對基本上剛才 文安哥提到就裴洛西 因為在裴洛西之後 中共的軍演就把東部放進來 不是說今天這個中共的戰機 他要飛這麼遠 然後面對我們的海風大隊 或我們的防空指揮部感覺好像有餘裏 其實是沒有的 他其實把東部納進來 就是希望能夠把我們的後勤全部鎖死嘛 所以西部交戰 東部鎖死 那臺灣怎麼辦 所以我們剛才在講到中日韓的部分 中日韓基本上這三個國家都在一起 最最避諱討論的就是臺灣的問題 因為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他不會去觸及的 所以你看到中日韓這場全部都在講商業 而且商業也不敢講到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又跟臺灣有關 所以你看到他們還要講說 他們要接下來二零二五 二零二六一做一個三國的文化交流年 沒有提到臺灣 這個是中日韓的部分 那剛才講到美飛也是一樣 美飛就算是去年 這個菲律賓借給美國九個基地 裡面也沒有含最大的克拉克基地 跟蘇比克灣兩個基地 小馬可斯就直接講 他過去最親美的 他直接講說 我承受不了這種政治壓力 那所以你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巴丹島 巴丹群島他是要幹嘛 他是要撤離在臺灣的菲律賓人 也不是這個美國講的 要介入台海的多一個基地的準備 所以你看到中日韓在談自己的商業 美飛在談自己各自的利益的時候 臺灣在哪裡 所以我們在講說 賴清德他當然每一個上任的總統 都要去加山基地 或是花蓮空軍基地 這是合理 那前幾上個禮拜也來到桃園 在看什麼 海軍陸戰隊的六十六旅 天下低師 我都覺得很好 總統能夠把國旁部 或是國安戰略的要件 全部掌握在手上是很好 可是如果中日韓在顧自己的 美飛在顧自己的 臺灣的準備在哪裡 所以我們如果在這邊 沒辦法準備的話 然後我們的執政長在幹什麼 再把朝野的仇恨升高 再把兩岸的仇恨升高 臺灣人民的安全到底會在哪裡 對 我補充這點喔 就是賴清德去巡視我們國軍 完全沒有問題 那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武器不管再精良再多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有人去使用它 國軍的軍力要充足它的重點 根據現在臺灣少子化的情況 內政部資料 臺灣一南2022年有10萬人 去年剩9萬 估計2031年只剩7萬 也就是沒有年輕人來當兵了 再來國軍現在的邊線比 也就是所謂的編制人數 與實際人數的比例 從2020年的8成9 一直下滑到2023年剩8成 甚至現在有一些國軍裡面的 戰鬥部隊喔 他的流營人數只有7成6而已啊 連8成都不到 而且情況越來越慘 所以我才講賴清德講的國軍 什麼要增加好他的福利 國見國照等等講的非常好聽 但問題是現在 真的願意加入國軍的人越來越少 所以綠營與其去讓人群包圍立法院 還不如讓那些人去簽 自願意申請書啊 我覺得這個對國家的未來 才真的有幫助 而不是只是用一些民粹 來讓我們整個議事無法進行 這些都是錯誤的行為 清德東部那邊可以擺這個 對 沒錯 請國軍 對 自願意來招攬書 請大家來簽 去了每一個人都說要愛國 為了臺灣的未來而努力 基本上過去民進黨 當然全部他美國講什麼 基本上都會聽 那基本上我們也 國民黨也是一個很親美 大家有志的一個角度 可是重點 如果從美國國會議員 最友台的史密斯 都叫你國會不要亂了 到現在麥考爾 麥考爾是誰 他被中共制裁欸 他說被中共制裁 我可以得軍事最高的榮譽勳章的人 都叫你不要鬧的時候 民進黨你還在鬧什麼 救命 有